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乌鸦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西班牙队原本的队长 所有学员的灵魂人物 罗曼的真实实力 目前关于罗曼的剧情 除了这台惊喜的双大比赛外 还有赛前 罗曼调查梅达双人格 以及南三郎入院后 回忆的西班牙队原队长的故事 我们将会对于这些关键剧情 进行一些评读 然后收集一些关键词 最终融合出罗曼这个选手的真实实力 在调查梅达双人格的故事中 我们可以获得一下情报 从最表情的信息可以看出 罗曼擅长通过对方微表情的变化 从而猜出对方的想法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能力 肯定是包含了微表情观察 所以我们这里首先提取的关键词 是微表情观察 话说这个微表情观察 其实有点可怕 其实要看这个能力 到底能够强到什么程度 往大的想 但是他这个解读能力 特别迅速的话 那马克发球 简直就是被他拿捏得死死的 因为你多快的球 总归在打出的瞬间 是有想法的 罗曼如果可以提前观察到 准备好 那真的是完全可以破解 马克发球了 不过月光的头发比较长 所以这事也还不一定 从这段剧情中 我们还要提取到一个关键词 是特训 从剧情里可以看出 西班队的球员特训 似乎是罗曼安排的 在正在进行的双打比赛里 也能够看到 罗曼为了可以对抗月支的 马克发球 赛前也对自己进行了特训 他和编玻璃之间 似乎也有一些特训的默契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人疑问了 类型的球队之母 负责球队的训练很正常吧 没错 负责日常训练很正常 比如说练个发球 练个扣傻傻的 不过这里的是特训 这种特训一般 都是由主角列安排的 如果是队员安排的特训 我总感觉这个人 是一个数据型的选手 或者是那种 非常擅长用脑的军师选手 不过我认为 弗力要属于第三种 从前两场的比赛结果来看 西班队的选手身上的特训成果 那便是把男子狼 培养越前的方式 复合到了大家身上 众所周知 每个人的特质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人的培养成功 这个方法 不一定能够适用于其他人 何况男子狼 还是个整天爱看黄的懒人 怎么会为每一个西班牙选手 制定专属的特训计划呢 是的 针对每一个人的不同 而制定的计划 才是特训计划 接下来的两位Boss级选手 大概率是不会用上 绝境反击这个设定了 估计巨型的发展 是前期压制 后期翻车这个走向 能够触发这个设定的 除了刚才结束的双打二 这场双打一 理论上是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个设定 在这场双打一中 要能够发挥出作用的话 会不会给西班牙队 套上这个主角Buff的人 实际上不是男子狼 而是此时这个 在赛场上的罗曼呢 可能这个观点呢 大家还没有很认同 所以我们这里 只是在关键词特训边上 加上一个Buff 不作为一个独立的关键词 而是作为特训 这个关键词的衍生属性 西班牙队原队长的 回忆剧情中 则透露的更加明显 这里对于罗曼的评价是 与生俱来的全能控制大师 面对拥有光头的德国 梅达表示的是 不是还有你吗 甚至西班牙队的负责人表示 即便梅达回归 队长依旧是罗曼 由此可见 对于他能力的肯定 西班牙内部是一致的 自己的剧情 需要关注到的一点是 梅达是因为 日本自古以来的英雄身边 都有着狗 猿 和山鸡 因为这个设定 不过我们可以看出 梅达断然是把这三位 看成了自己身边的狗 猿 和山鸡 所以我们这里要提取一个关键词 拳 日本动漫中 只要是三人中 很多都喜欢引用这个设定 猿一般是那种比较灵活 或者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 这里边编薄力的跑酷能力 可以对得上 和一般漫画中的猿的形象 也可以对得上 山鸡一般代表的是勇气 这一代马尔斯 无视大众的认知 就敢穿女装 敢于做自己 也能够对得上 但罗曼该如何对应上犬呢 犬一般表达的是忠诚和坚守 这个特质很难联想到 与网球能力相关 我们把刚才搜集到的关键词 全部列出 虽然罗曼很难和忠诚与坚守 联系起来 但是如果从犬这个动物的 属性上来看的话 还包含了敏锐的嗅觉 这里可能就能够对应上 他之前提到的观察力 那特训这个关键词 如何与犬产生联系呢 犬类在野外的幼属动物中 属于比较弱势的存在 他们通常的捕食方式是团队协作 他们在野外袭击的时候 为了避免不擅长的肉搏 所以 非常擅长直接攻击猎物的弱点 对了 弱点 对于对手的弱点感知 则可以面对看似无解的招式时 临场接踢 刚才已经提到 他的这个能力 必然会给月光带来很大的威胁 对于队友弱点的感知 能够很好地给队友实施测讯 甚至可以在赛场上填补队友的弱点 从而使队友大放异彩 一个眼前的现实例子就是 我之前一直很在意的是 作为职业选手的阿玛迪斯 为什么会如此关注 边伯利这么一个双大选手 边伯利为何如此的耀眼 耀眼的 像是一颗太阳 自己的太阳呢 不是我贫困念造的 在边伯利和罗曼出现的剧情中 都会出现太阳这个关键词 如果边伯利是最对双大组合中的太阳 那么在这个背后 默默地为西班牙队戴上皇冠的月亮 会不会就是罗曼呢 并且 月亮和拳 也是很搭的 总统说出 罗曼的能力在于像拳内动物一样 对对手和队友的弱点进行感知 在赛场下 他以这个能力复刻蓝色狼的教育模式 从而给西班牙队戴上了主角皇冠 在赛场上 他可以破解对手的杀招 可以及时弥补队友的弱点 从而使队友像太阳般闪耀 而他 则是在那个梅达无法登场时 在西班牙队陷入黑暗的时候 内科在天空中 照亮前方的月亮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剧情纯属虚构 大家听听就好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聊的话题 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中留言 我也会尽其尽快 再做出一些分析视频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您给我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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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